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刘淼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开设这门木课 这门在线的课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学习方面的辅导 那么我们这个课的特点是 我们用24个知识点来讲完我们全部 东方第二册的12课书 每一课书我们都会分成对话和课文两个知识点来进行讲解 那么平均一个知识点也就是对话部分或者是课文部分呢 我们呢基本上都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么我们因为是木课的原因 所以我们呢没有给大家来讲设计这个练习的讲解 我们所有的讲解的重点全部都集中在对话和课文部分 那么我们基本的一个思路呢是 我们给大家会讲解每一个对话里面重要的知识点 然后会就重要的动词给大家来进行展开的讲解 那有的时候呢在对话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学到的东西 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配一些图 那么这些图呢 那因为是木课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 但是我呢我可以自己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些图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看课件 然后来了解一下我们来怎么样进行看图说话 怎么样来总结对话的知识点 总结课文的知识点 所以呢我也希望这门课能够真正啊真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 好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门课啊 第一个知识点的学习 也就是第一课的对话部分 第一课啊 它的题目 它的这个话题是 是这个见面啊和相识啊 也是我们认识新朋友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课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对话 它的交际目的在哪里 因为我们的教材全部都是按照交际目的进行编写的 哎就是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 我们来啊相互来组织材料来编写教材 所以我们看在第一课的对话部分 我们要学习的是认识新同事啊 那我们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同事的学历年龄职位啊 还有呢就是和朋友重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啊 我们怎么打招呼 怎么了解到一些附近的 怎么了解一些近况 关于家庭的工作的啊 以及换工作的或者是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 这样这些基本的信息 那么好 首先我们来进入对话里的学习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это наш новый сотрудничек недавно он поступил работать к нам в фирму как его зовут его зовут Николай а как его фамилия Соколов он еще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да ему только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лет еще год назад он был aspirантом а теперь работает manager у нас фирме 这个对话里面呢 需要替换的部分呢 而是已经给大家用蓝色的笔来标出来了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对话的意思 Biotr Васильевич 说这个人是谁呀 他是我们的新同事 不久前刚刚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的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尼古拉 他姓什么 他姓Соколов 那他真年轻啊 是的啊 他只有26岁 那么一年前呢 他还读 还在读研究生 现在呢 就已经是我们公司的经历了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对话 需要我们关注的几个点 首先呢 这个对话聚焦的是一个陌生人信息的 就是陌生人信息的一个陈述 描写 那么我们询问陌生人的情况 首先当然是可以问 КТО ЭТ Человек 这个人是谁 ГАК ИВО ЗАУТ ГАК ИВО ФАМИЛИЯ 问他的姓 问他的名 那么这个人的基本情况 我们也可以介绍 他是我们的同事 ЭТ НАШ НОВИ САТРУЧИК 或者是说呢 他不久前 刚刚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БАСТУ БАЦ РАБОТАТЬ КНАМ ФИРМУ БАСТУ БАЦ 这个词啊 到哪里去工作 ГУДА 到谁那里去工作 КОГАМУ 据许往下看 对他的评价是他很年轻 对吧 那他只有26岁 谁26岁 谁是第三个 一年前呢 还在读研究生呢 现在呢 就已经是我们的经理了 是经理啊 做这份工作 РАБУТ ДЕЙТ ИНЖЕНИРАМ РАБУТ ДЕЙТ 好我们来看一看一下我们书上的替换练习 老师在每一个课间里面呢 都会给大家把替换的部分讲一讲 首先我们来看新同事 除了新同事 НОВИ САТРУНЧИК 还可以说什么呢 Это НАШ НОВИ ПРЕБАТАВАЦРИ 这是我们的新老师 Это МОЙ ДРУК 这是我朋友 关于他的具体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УНАЧИРАБУТ ДЕЙУНАС 他УНАС 他开始跟我们一起工作了 在我们这工作了 ОН БАСТУБИЛ КНАМ НАРАБУТ ДУ 他来到我们这里工作了 在年龄部分呀 很好处理 ИМУ ИЛИКАМУ ДВАСИТВОСИМЛЕТ 28岁 ИЛИКАМУ ДВАСИТСИМЛЕТ 27岁 工作地点很简单 УНАС ВИСТИДУЧИ 在我们学院 或者在我们大学 ИЛИ УНАС ФУГАМБАНИ 在我们公司 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看图说话 这样一个替换的部分 因为没有办法 跟大家进行互动 那我自己来说一说 大家可以参照老师的讲的 自己在底下练习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新同事见面的 这样我们把它想象成 新同事见面的情况 那或者是呢 比如说这两个人见面 我们想了解 其中的这一个人 那我们就可以说了 旁边还有一个朋友说 КТО ОН ДАКОЙ 他是谁呀 КТО ОН ОН НАС НО НАШ НОВЫЙ САДУЧИК 他是我们的新同事 ОН НЕДАВНО ПОСТУПИЛ К НАМ ФИРМУ НА РАБОТУ 他不久前 刚刚 要到我们这来 工作的 之后 他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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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岁,他就是阿修 Люси 去年,他也曾经是阿спирантом 而今年,他已经是我们公司的经理了 大家可以按照老师的模式看这个图 我们来看对话2 好,谢谢,啊你? 我也是好, где你工作? 我工作在厅房子,我现在官员 好,好,孩子生长 老师是在学校 老师是在学校 我的女生,你记得她吗? 你记得她吗?她工作在学校 她现在是在学校 老师是在学校 老师是在学校 这个对话呀,挺长的 我们先来从头开始看一下 两个老朋友很久没见 哎,我们有一大 我们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 表示两个人没见的 就有感情色彩的这种词汇 句子可以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 这对的这种词 您还有很大的 您是在学校 您发现 您在学校 您在学校 很多年了 您怎么都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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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工厂工作 那我现在是什么工程师啊 大家会不会翻译 是总工程师 我现在已经是总工程师了 那家庭怎么样啊 家庭情况如何呀 家庭情况也特别好 我们随后会学这个 我们在课间里面啊 为大家这种红色加粗加下滑线字笔标出来的动词 都是我们在随后要重点展开学习的动词 说孩子们都在成长 我的这个大儿子他已经上学了 小的呢上幼儿园 还有Zoya他是我的妻子 你还记得他吗 他在学校工作 他现在已经是校长了 那你是结婚了还是还单身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看完 我结婚了 我去年结婚的 那你妻子是干嘛的呀 他是个医生 他在这个儿童医院工作 到我们家来做客吧 我介绍你和我的妻子认识 谢谢 那我和Zoya们一定会去的 那再见 请向Zoya和孩子们转达我的问候 谢谢 祝一切都好 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到前面部分 前面部分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 然后有孩子去哪里 孩子去哪里 霍级的富士过路表示上学 对吧 下面呢有个关于婚姻情况的 Zenitsa 指的是结婚 Zenitsa 没结婚的话 男生 他表示单身的意思 翻过来看呢 我们还要学习一个比较重要的动词 首先我们是要怎么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 请来我们这做客吧 这个通常啊 是不是同城之间的邀请 比如说我在北京 你在上海 这种类型的 我们用这个交通的这种 那如果是同城的 我在北京朝阳区 你在北京海淀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我认识你 我把你介绍给谁认识 这也是一会儿我们要学习的 接下去呢 我们会看 转达问候 Beridade Privet kamu 就是把问候转达给谁 谁是第三个 最后有一个祝愿性的话 Sivo Horoshivo 好 我们来看一下动词 Widitsa Uviditsa 他表示见面 既然是代瞎动词呢 他就跟看见什么东西不一样 他表示两个人遇见了 代瞎动词嘛 两个人遇见了 和谁呢 可以是Squim Naprimier Davno ni vidilis 这是我们见面时候 经常说的话 说哎呀 好久没见了 Ani ni vidilis Celleyled 他们整整一个夏天 都没有见过面 我们彼此经常见面 我们可以说 My vidimse Druge z drugem My chasta vidimse Druge z drugem 我们经常见面 Rasti Virasti 成长 这个词啊 Virasti 表示长大 那首先呢 我要说一下 它的这个变位啊 有点特殊 有点特殊 Ya rastu De rastjosh Ani rastut Ya vi rastu De vi rastjosh Ani vi rastut 它的过去时特别有特点 我们看 它的阳性过去时 是Ros R 然后后面叫O Ros 就它完全都变掉了 一经的过去时是Rasla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Dub rastjot mirin Dub是橡树 橡树长得比较慢 第二句 Virisu Razilas Yolachika Virisu Ana rastla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这是我们这个有一个一首歌哈里面的一句歌词 指的是唱的是这个小葱树 它是俄罗斯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都要放这样的一棵树 那么他说有这样的一棵树呢 它在这个森林里面 它开始就是它生长在森林里面 同时呢 它一直在森林里面长大 这样的意思 Razilas Vu Visu Yolachika Rasla 这个词 这个词只有男生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啊 如果要是只有一个人的话只适用于男性 Nahom Vu Proslam gadu Ani Renilis 去年他们两个结婚了 下面啊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这句话呢 是选择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啊 是Tjechov Tjechov 写的一个叫做短篇小说 Anna Nashe 就是脖子上的Anna 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的原语 这个小说啊 讲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女孩 嫁给了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啊 因为他家里比较困难啊 就是大家最后呢就把他嫁给了一个很乏味的这样的一个官员 Daiskujna slusat muziku gada činnovnik dvacet bjiciciat dvacet bjic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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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acet dvacet 说的是再者啊 一个52岁的官吏啊 跟一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结婚 音乐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乏味啊 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52岁的官吏和谁结婚 这是这个动词的搭配体现的很清楚啊 这是这个动词 这种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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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 знакомить познакомить 介绍谁认词 介绍什么 和谁认词 кого с кем например директор познакомил н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ка с коллективом 厂长 да синтон 是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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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 就是 老同事们 我们来看第二句 книга знакомит нас с прекрасным миром 书籍让我们认识美丽的世界 我们看第三个 导游向游客们介绍城市的情况 那么就是说 它是主语 然后介绍游客们 向游客们介绍 就是让他们认识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替换部分的联系 首先我们很久没见了 我们都可以说些什么呢 打招呼的时候 说哎呀我这是看见谁了 还有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直译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命运的安排 我们又见面了 就是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了 我们又见面了 这都是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表示的方法 就当我们两个人很久没见的时候 那么问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什么呢 说的都是说情况如何 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过得如何 我们看职业部分的一些替换 如果是在大学里面呢 就是做老师 在四中当数学老师 在四中当数学老师 用完成体动词将来时表示我来介绍您和谁认识 我把我的家庭介绍给您 我把这个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们介绍你们认识 如果您来我们家做客的话呢 我还领着您来看一看我的房子 好 现在我们来试试一下最后一个对话 我们看这个对话是两个女性朋友见面的 说你好啊 说好久没有见了 我俩是你吗 这么久都没见到了 你还是在这个翻译部门工作吗 他说哎呀 他说那哪能呢 就是多对啊 意思就是说那不对啊 那不会的 那个地方的工作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工资太低了啊 就是用这样的工资我没有办法 我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我们来看这句话 这个画见部分啊 是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着重理解的部分 那Gadoru yu Trutna Žiči 这个地方首先这句话是过去时 所以加了一个Bula 那为什么要叫Bula表示它的过去时呢 因为它是个无人称句 它的时间只能用背起的中心来表示 这第一个 第二个 Trutna Žiči 以什么为生 以什么为生 靠什么为生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Žiči na Žiči 也就是说 Na Gadoru yu Doeci Na Taku yu Zara Pratu Trutna Žiči 那么继续往下看 那你现在在哪呢 我首先呀 去参加了这个 去上了经济学的课程 Vaša na Gursi 指的是去上什么辅导课 Gursi主要指各种辅导类的课程 不是大学里面那种特别标准的课程 那比如说新东方给我们开设的各种课程 都可以叫做Gursi 然后呢 我呢 就在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 Ustruitsa narabuto 咱们不是第一次见了啊 对话里面也有见过 找到工作 虽然说工作不是那么有意思 但是呢 现在呢 我已经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了 Dastatči呢 就是足够多 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用Strube这个从句来描写一下 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Strube normalna Žiči 我已经能够觉得达到我一个基本的生活标准了 Normalna Žiči 这个词组大家要会要背哈 这指的是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让步型的啊 那尽管工作不是特别有意思 对吧啊 也许翻译的工作更有意思 但是呢 所以说不管怎么说 我是满意我这份薪水的啊 Davolina这个词 它表示满意 短膩形容词 对什么满意 什么是第五个啊 Souai zarpratay davodna Akak te gdzie рабodaies 那你怎么样 你是在哪儿 你在哪儿工作呀 我现在不工作了 我结婚了 我们有一个特别小的儿子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就是在家里 那么他的职意是坐在家里 这个里面呀就是指的是 他在家里面坐着 他在家里面待着 就是指的是他是没有工作 他是主妇型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动词打开 他表示就业或者是找到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在一个特别有名的 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找到了工作 很多大学生都希望能够在外企找一份工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汉医额的练习啊 老师呢就直接给大家翻译了啊 那然后呢大家在看课件的时候呢 可以先点一下暂停啊 或者你自己可以先翻一翻 看看跟老师翻的是不是一样 再学一个动词 那我们一看到这个动词呢 大家要能知道 他是由运动动词 一对运动动词 以及和自己加前缀为来构成的 那么前缀为的意思是表示走出来走出去 那所以这个动词的词意是表示走出来到 衍生一下 它可以表示嫁给谁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女孩子嫁人呢 就是走出自己的家庭了 离开自己的家庭 去另一个家庭 那么嫁给谁呢 是za gavo is go 就他刚刚出去了 这跟嫁人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嫁人啊 这个词啊 就像我们汉语的嫁这个字一样 他是不能有男性做他的主语的 他只能是女性 对吧 这个地方说的是他刚刚出去了 Wishel Dolige Sto Wishel 你说 Gash de Utre Javi haju iz doma 7 часов 每天早晨呢 我7点钟的时候就出门 Wi hajić iz doma 是我们一个固定的说法 就是表示出门 不管你是出门上班 出门上学 还是干嘛 都是这个词 Wi hajić iz doma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汉语额 他嫁给了一位军人 我们要考虑啊 他嫁给谁 我们要Wi gi zamos 对吧 那么这个军人 我们前面还需要前置词 za 所以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样 Ana wish la zamush za vajenava 好的 那这个词呢 我们也就学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替换部分 替换部分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培训家就业的这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培训的是这个外语类型的技能 那我们就去外企就业 如果培训的是编程的技能 那我们就去这个计算机的公司就业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除了前面两个人去银行的或者在家里面做主妇的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 vastubila vaspiranduru 考上了研究生 vustubila vaspiranduru 我正在国外念书呢 以及 Priyehla damoy nagami go 以及我们现在正好是一个假期 我是回来过假期的 这是我们第三个对话的替换部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根据这个图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看我们刚刚这个对话 你看 vastubila vaspiranduru a ni fustredilis a ni vidilis a ni uže mnogo liet ni vidilis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那么所以呢 他们就要彼此来聊一下 首先他们可以说 o skoriga liet skoriga zim 这么多 davnu mi vidilis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 gagimi sujibami 就是什么样的命运的安排呀 gagimi sujibami gawo ya vyuyu 我这是看见谁了 那么在汉拳过后呢 我们就开始问了 说 no tei все еще peri wajicicicam adzele 你还在这个 这个 fanyi buman gongzo ma что te 他说 a ya zama hui na 对不对 dama rabota b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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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我的工作 对我的工资很满意 但是我们看他接下去还说什么 那他就继续再问对方了 对不对 那你在哪工作呢 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我现在是一个主妇的状态 我在家里头的 我不工作了 因为结婚了 而且呢 我们还有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儿子需要照顾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话里面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